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不一样的演技跟互动 其实有一些人他会有习惯性的口头禅 会有习惯性的肢体什么 你就不会很陌生 像康仁也是 他就是很热情的人 他碰到很久没见的 或者是今天来探班的谁 他就去拥抱 你就觉得他那个拥抱是很舒服的 也很像剧里面那个大儿子 对 就是他 像那个郑元唱也是 他就是你知道我常常 因为郑元唱很高 然后我在他前面 我就像行得很小只 然后我常常就是 讲话讲话一回头我就撞到墙了 撞到一座山原来是郑元唱 我说天哪 然后他就会帮我接住这样 对 就是 这些举动其实 就是很自己的人才会这样做 那这么生活化的一个戏 我在想到像这个时候 你已经参与了实境节目 阮三 事实上他是连续不止四年 对不对 阮三 我们来看实境节目这个选择里面 我们得先看一个片段 在实境节目里面 演戏你非常非常熟悉 然后实境要 真的可以忘掉镜头吗 真的可以吗 从阮三一直到老少女 因为本来 你看我们在拍戏的时候 我从来不去 从来不去想那个镜头在哪里 我不会问的 我演员只要演好我的本分就好了 所以我拍实境节目的时候 其实我很快地就能适应 历练过摄影棚的人 都可以知道现在三部机器 是哪一部机器在摄影 因为上面会亮灯 亮灯的那个就是拍我 这个没有亮 亮那个就是拍你 所以所有的都是累积 对对对 这是我的经验 所以我去实境之后 我根本没有再管摄影机 对 所以他在实境里面 贵妹姐的害怕 或说亚裔 但都是真的 我们来看我们选了 阮三里面的这一段 他很勇敢的尝试 你不要太勇敢 不要太勇敢 来 踩住 有了 加油好不好 好 你帮我帮你 杨贵妹 很神经的 好 你们是南方 大概有几位 我们两个都几棤 同婚 这拖要给她开下去 我觉得我很幸运 遇到你 那两个一定要幸福了 很美 跳水面目 你怎么敢跳下去 实际你们可不可以 就是说 这个剧本 可不可以改一下或什么 剧本不能 就是制作人给的指令不能改 你可以不跳吗 但你可以不跳 可是我那一天也不是怎么了 到了最后跳水的时候 他们不敢跳吗 我就会觉得 好 你们不敢跳 那我怎么办 然后我脑袋闪过一个念头是 那这一集就不好看 所以我想 好吧 老娘来试试看 我第一次 去年金钟得奖是不是这一集 因为你觉得跳水 那个蛮高的 不是 我真正觉得 阮三应该拿金钟奖的 应该是这一季 因为那一季里面有许多 人跟人之间的包容 接触 然后还有 都是真实的 实际节目 你觉得 看到自己哪些软弱的地方 还有看到自己原来 自己内在有这个 强韧的地方 在实际节目 这样走访很多象征 或者跟很多朋友 接触的过程 其实我有很多的感触 就是我们一般人 现在可能会觉得 很多年轻人 可能对老人家不太care 也不太 我们媒体上感受的是这样 对 但是呢 在阮三的这个节目呢 我每每到的每一个地方 或者来的特别来宾 或者什么 让我感受到的都是 年轻人有很多的正能量 就是对老人家很好 很照顾他们 然后很孝顺 那个是我 让我感受 应该说 对现在社会的这样子 媒体现象 我们看到了 方姐说的媒体现象看到 对我来说是 让我重新再燃起 我们社会还是有希望的 那老少女奇遇记 你觉得你们三个人 你们应该擦出很多火花 你随便讲 我觉得应该都很有趣 那是个什么样的 互动跟实境 我们其实就是想要去看看 其他的乡镇 人家是怎么生活的 后来制作单位就 就填掉了很多傻人 所谓的傻人 就是每一个乡镇 都有当地的一些人 是在那里 为自己的乡镇做很多事 但别人都不知道 所以这是傻人的 对 所以我们去到 欧娃寮的时候 那个总共有七位男士 我们称他七位叫欧爸 就是每一个人负责 那七位都是中年男人 但是他们为乡镇做了好多事 比如说科僚的那个什么音乐祭 就是他们做出来的 音乐祭 所以你们三个人在里面所反映出来的 原来这样 还有后来的感动 就是真实的感觉 那我现在觉得我下一个问题 其实不用问了 就是说 没有 就是实境节目 会不会解决 改变了 调整了你对于 生活的意义 对不对 宁华姐你知道我自己还有一个基金会 就是照顾自身艺人 就是企业家成立的基金会 对我照顾自身艺人 就是生病的 或者是需要我们照顾关怀的 那从这里 然后我们有跟优质生命协会有资源共享 就是他请自身艺人 然后我们就是给他经费这样子 我们一起来做这个事情 那从这个过程中 其实我体会到一件事 就是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最后会回归到自己 就是我们所做的每一件好事 最后那个磁场会回归到自己 我很庆幸 我还可以有这个能力 去做这样的事情 然后 改变了我自己对人生的想法 宁华姐为我们唱歌 我们很久没得听到她唱歌了 那我们唱什么 有欢笑 也有分离 人生本 是一出息 有欢笑 也有哭泣 不知谁能 谁能躲得过去 也不知谁能躲得过去 也不知谁能躲得过去 也不知谁能躲得过去